我有一个危险,这是Cristal 我的妻子死了 他们在折扣车 所以你的妻子会看到那些 她死了 你怎么知道她死了 她死了,她死了 她甚至身体很硬 大家好,我是吉米 欢迎来到吉米调查局 南加州的纽波特海滩 可以说是美国最富盛名的富人区 在这里居住的人非富即贵 NBA球星Kobe Bryant 生前就安家在这里 2012年10月10日的晚上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 有两个10岁大的男孩 父亲没像往常一样来接 他们坐在学校旁的公交站苦等 正巧一个邻居路过 就给孩子家里和父母的手机打电话 都打不通 好心的邻居开车带两个孩子回家 但是家里也没人 于是向警方求助 几个小时之后 孩子的父母仍然没回来 警方安排两个孩子在邻居家过夜 并且对男孩家的别墅展开了调查 刚一进门 警官就感觉家里面有大事发生 楼下书房的保险箱半开着 楼上主卧卫生间的浴缸里 发现了淡淡的红色印记 一个红色花瓶碎了一地 散落在浴缸的周围 地板上还有一条染红的毛巾 别墅的主人是48岁的彼得查德维克和他46岁的妻子林贵珠 邻居们都说彼得和贵珠这家人生活优越也很好相处 男主人彼得在英国出生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书时遇到了马来西亚华裔林贵珠 1991年两个人结了婚 之后彼得的房地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贵珠在纽伯特的家中照顾二儿子和小儿子 15岁的大儿子在外地念寄宿学校 警方调取社区监控 发现他们家的车在下午1点32分就离开了家 开车的是谁 夫妇两个人有没有性命之忧 正当警方疑惑之时 转天凌晨5点半 在南边100多公里外的圣叠哥 一个报警电话从墨西哥边境附近的一家加油站打来了 打电话的人正是彼得 面对赶来的巡警彼得理了一下思路 他说 昨天早上他带了一个初次见面 叫做胡安的墨西哥人回家 粉刷一面墙壁 他把胡安留在楼上两尺寸 自己回到楼下的书房 谁知刚过门一会儿 他就听见楼上传来老婆贵猪的尖叫 彼得连忙跑上楼梯冲进主卧的卫生间 却惊讶地目睹 胡安正把贵猪的头压在浴缸的水里 贵猪在拼命地挣扎 彼得想要上前去救老婆 但是胡安的手上还拿着一把5厘米长的小刀 于是彼得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结婚20年的妻子离开了人世 彼得接着说胡安命令他用毯子把贵猪裹起来 两个人一起抬到楼下 又把贵猪塞进了彼得自己的车 后来彼得被胡安用刀指着 一刻不停地向墨西哥的边境开去 一直开到圣迭哥的这个加油站 一个叫做齐的人和胡安接上了头 两个墨西哥人把贵猪又搬到一辆皮卡车上 然后两个匪徒就消失在墨西哥的边境 彼得这段陈述把在场的警官都听呆了 这个故事编得实在太夸张 说白了一个陌生的油漆公被彼得带进门 他竟然一手按着头一手拿着刀 谋害了无冤无仇的贵猪 事后还不怕麻烦带着贵猪的遗体冒险越过国境 却放过了彼得 让他能够在加油站打电话报警 而且胡安逃往墨西哥的时候是深夜 彼得却拖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才报警 这些照片是彼得被捕以后拍的 他脖子上以及身上的伤痕 据他自己说来自与胡安的搏斗 如果真是这样 那胡安这名汉匪明明手里拿着刀 却非要用自己长长的指甲来挠彼得 而且还直接上嘴咬了他 彼得的一位邻居说 他在10月10日早上7点听到过贵猪的尖叫声 而按照彼得的回忆 贵猪是上午11点左右被害的 刚才我们讲过监控派到彼得的车 下午1点32分才离开架 在圣迭哥的加油站警察搜查这辆车时 找到一个旅行箱 里面装的都是彼得的衣服 大家想想那个胡安的心得有多大 才能在犯案之后出逃之前 特意留出两个多小时 让受害人的丈夫从容的把衣服都打包了呢 彼得的口供和证据之间的种种矛盾 只有一个解释 彼得在撒谎 事实证明在加油站的监控录像中 所有由彼得出现的画面 他都是读来读往 所谓的胡安或者是奇 根本就是他编出来的 在彼得报警的几个小时之后 他被警方正式逮捕 这几个小时彼得一直抽抽搭搭 但是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他滔滔不绝编了不少瞎话 但是一被问到与贵猪之间的矛盾 却始终守口如瓶 大家在我的频道里看过这么多的案件 应该了解夫妻恩爱 事业成功 家庭幸福这些人设越完美 越有可能掩盖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那么彼得谋害贵猪的动机 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两天之前 纽伯特海滩警方安置完两个孩子 进入别墅检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搜索词 像是加州堕胎多少钱 华人按摩女郎如何虐待等等 纸条最上面标题是 来自彼得的电脑 这是贵猪写的 后来警方从贵猪亲友那里了解到 贵猪在孩子出生以后 一直做全职主妇 经济上完全依赖彼得 但是他难以容忍 彼得总在外面沾花惹草 甚至还有招记的习惯 会不会是贵猪在电脑里 发现了彼得的搜索记录 拿着这张纸质问彼得 并且威胁要和彼得离婚 从而引发了争吵 最终酿成了悲剧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在被捕后的 第一次预审听证会上 彼得拒不认罪 也绝不透露贵猪的去向 彼得被捕一个礼拜之后 一条可靠的线报 带领警方去到距离 纽波特海滩100多公里 一个叫做野猫峡谷的偏僻之处 在盘山公路的旁边 摆着一个蓝色的大垃圾箱 在各种垃圾的掩埋之下 警方发现一条绿色毛毯 里面裹着贵猪的遗骸 和他的一些随身物品 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 1万美元现金 法医的报告中写道 贵猪的颈部有多处瘀伤 但他离世的原因是泥水 一种可能性是 贵猪在浴缸里泡澡时 被突然冲进卫生间的彼得 卡住了脖子 溺斃在水中 随着调查的深入 证据对彼得越来越不利 彼得的一个狱友 都站出来背刺了他一刀 说有一天彼得在牢房里 亲口承认谋害了贵猪 如果彼得被判一级谋害罪名成立 等待他的将是终身监禁 25年不得保释的惩罚 当然了 司法流程通常要走上个好几年 彼得被捕之后两个月 2012年的圣诞节快到了 如果换了别人 就只能选择在牢里过节了 因为保释金高达100万美元 但是彼得有钱呢 他交了100万保释金 眼睛都没眨一下 谋害亲戚以后 把他像垃圾一样丢掉 还满口谎言的彼得 又获得了自由 难道有钱人 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 在加州 法官还真拿彼得没办法 因为他之前没有前科 又久居此地 他要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房产 还有三个儿子 不过法官要彼得 交出美国和英国的两本护照 指定他在父亲家居住 定期的听证会 也要随教随到 纽波特海滩的邻居们 看到彼得又回到家里来取车 都觉得毛骨悚然 更让人们觉得恶心 可恐怖的是 他们竟然收到了 彼得发来的电子邮件 邀请邻居们来家里 参加他为贵主举办的 为期100天的 烛光守夜活动 得是怎样的一个人 才会在他作案的第一现场 为他亲手谋害的人 举行守夜活动啊 让我们快进到 彼得被保释出狱的两年之后 2015年1月初 彼得谋害贵主一案 终于要开审了 法官传唤彼得 参加最后一场听证会 但是彼得没有到场 彼得的父亲说 儿子几天前离开了家 就再也没回来 他怀疑彼得很有可能想不开 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大概撒谎的习惯是会遗传的 只是把彼得父亲说谎的水平 比起他儿子也好不了哪里去 彼得也许会把别人的生命 视为草芥但他绝对把自己的命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出逃 这一次彼得可以说是 煞费苦心 因为警方在彼得父亲家的书架上 找到了几本书 书名是 如何改变你的身份 如何成功过上逃亡生活 以及在墨西哥生存 真的会有这样的书吗 警方还发现彼得 清空了个人银行账户 转移走了数百万美元 还从信用卡上 预知了全部的现金额度 大家猜一猜有多少 彼得套现了60万美元 呆在了身上 彼得出逃的日子是2015年1月9日 汽车车公司的记录显示 当天有人叫车 从彼得的父亲家 前往加州的圣巴巴拉机场 当天的司机非常确定地 对警方说 他送去机场的是一个女人 难道彼得已经学会了易容术 也许吧 不过在圣巴巴拉机场大厅的监控录像里 彼得换回了男人的衣着打扮 而且在镜头前大大方方露脸 若无其事地四处闲逛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他坐上另一辆计程车 从此从警方的视线里消失了 之后的几年 甚至没再联系他的父亲 或者是三个儿子 彼得登上了美国罚警 15名头号通缉犯名单 被全球追击 警方受到过的线报来自加拿大 巴拿马 乌克兰 甚至是日本 警方猜测他最可能逃去亚洲 因为根据手头掌握的那些证据 他对亚洲女人情有独钟嘛 其实彼得并没有跑太远 他去了墨西哥 但是警方想要找到他 还要再花四年时间 对彼得的悬赏金额也一路飙升 最后立功的 还是一个犯罪专题的播客 《落网倒计时》 《落网倒计时》公开了各种案情细节 更重要的是 宣布了彼得身上10万美金的悬赏 这位警方带来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爆料 而最有价值的那一条 来自于墨西哥的普埃布拉 一个距离首都墨西哥城 不远的小镇 那里居住着很多白人 大概也是书里面推荐的逃亡落脚点之一吧 彼得在一幢独栋公寓里被抓捕归案 他并没有特意伪装自己的长相 只是单纯地蓄起了山羊糊 又把头发染黑了而已 彼得的身上带着好几张假身份证件 用的都是库克、约翰、保罗这种名字 但是有一张证件非常有创意 这是一张特工证件 上面的名字叫做保罗·摩洛丁 雇佣他的是大名鼎鼎的神盾局 这么说彼得应该和Natasha以及Clint都是同事吧 没准他还参与过对抗灭霸的大战呢 这张假的不能再假的漫威特工证 竟然也骗过了不少墨西哥人 刚逃跑那会儿彼得还能用假证件住五星酒店 但是后来墨西哥要求酒店都要看护照 神盾局特工彼得就只能拿着现金 找一些邻住的公寓来住了 住的质量虽然差了一些 不过彼得仍然保持着打网球的习惯 这是这位百万富翁最后的倔强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 彼得找了一些邻工来做 比如叫小孩子英语 或者在餐馆厨房拿他下手 2019年8月4日被联邦调查局探员抓到的时候 彼得在一家酒吧里打杂 回到美国他再次要求保释 但没人肯给他机会了 又过了两年半 2022年的2月 在贵住离世10年之后 58岁的彼得面临一级谋害指控 在法庭上他对着法官泪流满面 我希望能回到过去 我毁掉了一切 我理应受到法律的裁决 我的妻子非常伟大 他爱着每一个人 最终彼得接受了认罪协议 被判二级谋害罪 被处以终身监禁 15年之内不得假释 在接受审判时 彼得的言行似有悔意 但是他并没有向贵族的家人道歉 甚至对自己的动机仍旧闭口不谈 由此我断定他在法庭上的真情流露 无非是为了减少刑期罢了 要说他真的有悔恨的话 大概也是后悔自己太不小心 当初在墨西哥 没舍得花上个几万换张脸吧 感谢你聆听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请一定点赞订阅或者关注 来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Jimmy 这里是机密调查局 我们下期再见